幾個月前,我膽粗粗去了天上野的專門店 買了炒鑊和平底鑊套裝 想不到影片出了之後,反應都非常熱烈 我也答應了大家會做一個長期的使用報告 今集我就找數,希望不會令大家失望 Hello,大家好,又是我Maffetti,麥花田 其實這幾個月,我主要是用平底鑊 用了幾個月後,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它已經沒有之前買回來的另面 我沒有特別散過它 平時主要是用來炒蛋、焊麵包 最多都是炒肉碎 但現在看上去,其實都有很多明顯的使用痕跡 就算這些跡好像有些東西是否洗不乾淨 其實摸下去是滑滑滑的 日子久了,我發覺旁邊的跡都難清理 除非是用鋼絲拆的東西去散 不然這些油漬或污漬是比較難清洗 好了,為什麼買一套炒鑊和平底鑊回來 我主要是用平底鑊的 大家有看我的影片的話 都知道我家裡有很多很多的炒鑊 我已經是抱著睡的了 為了不用抱著炒鑊睡 我就把天上夜的炒鑊送給親愛的香港市民 順便了解一般家庭主婦用這個炒鑊的實際情況 加上很多人問我,這個牌子的炒鑊平底鑊 究竟適不適合在電磁爐用? 剛好這位用家家裡也是用電磁爐的 問他就最適合不過了 以下就是他的評價了 首先,很感謝你參加今次的實測活動 想問一下,用了幾個月後 你覺得這個牌子的炒鑊 你覺得好不好用呢? 其實這個鑊真的很不好用 無論煮出什麼都會燒焦和黏底 洗完後會發現鑊是很雅色 你現在看到我用了不是很多次 拍出來已經是有一塊鑊好像有點問題 有一塊鑊是觸不到的 我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我有養鑊的 我每次用完洗乾淨抹乾之後 我都有用油去抹它 那我不知為什麼鑊現在拿出來 會看到一塊鑊好像腐蝕了 那基本上真的煮什麼都焦 蒸東西我都不太喜歡用它 好像太紅的火又好像不太行 那基本上我覺得質素真的一般 聽起來就不是很滿意 又或者是很不滿意的 不過無論讚還是彈都好 都一定會有人好像草原那樣說 嘿!這隻鑊好不好用? 看人的而已 綜合了這位用家的意見 大概這隻鑊好像有三個主要的問題 第一就是黏底 第二就是鑊裡面有個胸 有個印好像洗來洗去都洗不走 第三就是不夠火候 不如我們逐一分析這位用家的意見 看看是鑊的問題還是使用上的問題 第一就是回應黏底的問題 其實不只是這位用家 在網上如果你看一些關於這牌子的炒鑊 中式鑊的評價 很多時候都會看到 大家都會投訴這隻鑊用幾次之後就會黏底 但是有些討論區裡面的留言都不是這麼一面 有些就說不覺得黏底 又或者覺得炒鑊和煎鍋都一樣好用 在上一集做天上野的實測的時候 這隻鑊剛剛新買回來 我明明試過這隻鑊煎魚、煎蛋不黏底 究竟是不是這隻鑊用幾次之後 這個特別處理過的表面就會用虧了 開始變得黏底 不用得了呢? 那豈不是很穩定 扔掉就好了 那又不用扔掉這隻鑊 不過就不要當它是易結鑊用了 既然不可以當易結鑊用 又想不黏底的話 在食物落鑊前 這隻鑊一定要燒到很夠熱 和要加足夠的油 還未落油這隻鑊已經另立立 下夠油燒得這隻鑊又夠熱 打隻蛋下去看看 找一隻鑊鏟試一下它是否黏底 這隻鑊在玩滑梯 沒有東西呀 一點都不黏底 反轉隻鑊 好像鑊的受熱很均勻 還未落油這隻鑊那麼啞色 新買的時候售貨員說用中小火 和落個港幣5元這麼大的油就夠了 試一下煎隻鑊看看如何 喂喂喂 剛才煎蛋不是這樣的 同一隻鑊 煎成這樣的 真的黏底黏到很生氣 拿起鑊看看 黏底黏到飛起 跟剛才煎的蛋真的差得遠 故事教訓我們 如果鑊不夠油又不夠熱 那就一定黏底了 用完鑊一定要用油養鍋 就可以避免生瘦和類似腐蝕的情況 養鍋才能令鑊發揮它的最佳狀態 各位同學 第二個情況就是鑊裡有個印 巴田認為有這個情況出現 主要是因為炒鑊未必太適合在電磁爐上使用 我放一隻普通的鐵鑊到電磁爐上 電磁爐發熱的原理就是透過電磁爐上的線圈 令鑊面加熱 而中式炒鑊的平面 底部面積比較小 旁邊離開電磁爐的部分 又不能受熱 導致熱力相當不均勻 途中鑊中間有個印 好像洗來洗去都洗不走 應該就是因為 金屬因為局部性地受到高溫而變色的結果 如果用開電磁爐的觀眾 應該都會發現自己用的鑊 鑊底都會有類似的情況 至於火候不夠即是不夠熱 連蒸煮都很少用 主要是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剛才也說過 就是跟電磁爐有關 放著天上野的平底鑊上去做測試 發覺電磁爐線圈發熱的範圍大概直徑有7吋 但這隻炒鑊的底部直徑只有4.5吋左右 如果這隻鑊的平面部分太小 不能覆蓋電磁爐上線圈發熱的範圍 那隻鑊就不能發揮到它應有的火力 就會令人覺得不夠火候 其次是天上野的鍋具 其實是比較厚身和重身的 比起我在Channel裡面測試過的鐵鍋 其實它的全熱速度是比較慢的 就是這兩個原因加起來 令這位家用電磁爐的用家 覺得火候不夠 那隻鑊又不夠熱 不要說黏底 蒸煮都不想用 一個鍋具好不好用呢 其實有很多因素 這隻天上野平底鍋 我會當它是比較大的平底鐵鍋 雖然我現在都不太知道 為什麼鍋中間是凸起的 不過當我用的時候 放在明火爐上面 用大火燒熱一點 再加多一點油 其實煮出來的食物效果都相當不錯 多士最喜歡用這隻鑊做個常餐 炒蛋、多士 很有茶餐廳風味 200-300元有隻鑊 算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家用電磁爐的話 因為這集剛才說過的種種原因 就不太適合了 雖然它的網頁說 它的炒鑊、平底鍋都很適合在電磁爐上使用 在我的角度 適合的意思就是用到 就不是最佳的效果 其實天上野的炒鑊 之所以令大家這麼失望的主要原因 我認為是在宣傳和銷售方面 我去買這隻鑊的時候 銷售員會跟我說 這隻鑊是沒有塗層的 用個中火 不是中火 是中小火 其實已經可以用得很舒服 放在上面的食物 其實已經不貼底了 然後放5元這麼大的油 其實食物在上面燒 已經是不會貼底 而且用得很舒服 其實你試著放5元這麼大的油 貼到你混蛋了 這條可以錄下去嗎 嘟嘟嘟嘟 它又說這隻鑊沒有塗層之餘 還好像刀槍不入 你可以用鐵鏟或鋼絲拆散 都沒有問題 不用特別養鍋 這隻鑊就會力久常生 很適合在電磁爐和明火爐上用 但事實上 如果你用幾次 好像剛才那位銷售員教我們這樣用 食物比我更貼底 貼過我 為什麼你說對呢 這隻鑊在鐵鑊來說 傳熱速度比較慢 因為它重一點 厚一點 如果做到不貼底的話 其實火要更猛 不能跟著銷售員 只會放5元的油 放的油份量會多很多 而且這隻鑊用了幾次之後 其實是跟普通的鐵鑊一樣 是要養鍋的 加上它其實不太適合在電磁爐上用 還有在網上有些用家反映 用幾次就發覺貼底 於是就拿著鑊去問專門店的銷售員 為什麼這隻鑊用用口會貼底 銷售員的反應和態度就真的有點像 是!你不適用而已! 今時今日的服務態度不夠 從消費者的角度 如果那隻鑊買回來 是跟一般的鐵鑊分別不太大 但價錢又貴一折的話 就好像不太實惠了 加上宣傳上提供的資訊都好像不太準確 很難怪大家對這個品牌的印象 真的不太好 甚至大家會覺得 這麼貴的價錢 可能大部分的成本都是拿來做電視的宣傳 但如果有觀眾已經買了這隻鑊 或者真的很想買這隻鑊來試用的話 其實都沒問題 不過就要當它是一隻鐵鑊用 還一定要用明火 用之前就要幫它做好熱身 用完洗乾淨又要幫它養窩做非熟 這個品牌的平底鑊和炒鑊都一樣可以煮到 好吃又有鑊氣的菜給家人吃 希望大家覺得我這個長期使用報告有參考價值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廚具 想我試完之後報告給大家聽聽的話 大家記得留言告訴我吧 記得訂閱我這個和我的英文頻道 留言、LIKE和SHARE這個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多 protector 跟大家覚悔一個لب助訊 還是要擔心 還是要擔心 就這樣來吧